有着中文乐坛娱乐圈校长之称的谭永林 这一天来马进行他唯一的一场 欣赏分享会与专辑签名会 这一次的专辑中 集合了多地区乐坛的实力派歌手 一起合唱共同圆梦 尽管与歌手们跨地合作 在时间上难以协调 谭校长却非常的重视 这一次的合作机会 其实我的碱碱本来应该是去年8月 我们的目标是在那时推出的 因为某些原则等下等下之后 就变成今年4月才出来了 不会计较碱碱 究竟埋了几个 这个过程才是最重要的 这个过程是我自己心里的一个梦想 希望我可以和我很喜欢的人 我想和他合作 总之可以做 谭友林发掘歌手们的特性 让他们在自己的歌声中 展现出不同的音乐层面 以至专辑内的10首歌曲 曲风都截然不同 在音乐道路上 惊艳非凡的他 对现今的创作也有另一番的看法 香港的歌手为何会在华人的音乐乐台中 这么举足英众呢 因为每一位歌手都有自己的特性 在那个年代呢 比如说我又不是太多歌手了 每一个人在唱片的时候 都够空间去给别人听的歌 有些年轻人啊 他们写一些歌啊 我有些人都觉得 很多元气啊 我认为呢 近年来谭友林在创作和工作上 都比较繁忙 粉丝们也非常的担心 他无法复刻如此繁重的工作量 从创作 兼制到生活作息 都非常优秀的他 只希望啊 自己的歌曲 能够将满满的正能量 都注入到他人的生命里 而透过了这一场 属于乐坛校长的创举分享会 也增进了大家对于他的了解呢